今天吃什麼? King 和你想點它! 今天和大家煮一個清熱健脾開胃的湯水 我們的材料是 所有材料都要用清水洗乾淨 粟米、紅蘿蔔和淮山切成大大件 栗子我們剝殼 然後用滾水灑一灑它 撕去衣 面紙我們要看看 中間有心的我們要拿走它 紅棗我們不愛核 如果你有核的就要拿出核 陳皮我們浸水 浸完水之後刮乾淨它 毛花果一開二 它比較容易出味 倒些水 放薑 把排骨放下去 放進去 加少許米酒 煮滾它 煮滾了之後 血水和髒東西都會浮出來 然後用清水洗乾淨它 把排骨放進鍋裡 放栗子 微豆 粟米 淮山 紅蘿蔔 薑 蓮子 蜜酒 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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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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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大湯碗半的 清水 我用高速煲 煲一個小時 如果用明火小火煲 煲一個半小時 煲完之後 放少許鹽 調味 香噴噴 這麼美味的湯就煮好了 這個湯又清甜又潤喉 好適合一家大小一起喝的 想吃我下次煮點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呀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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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